在今天上午连接江苏延城和南通的延通高铁开通运营 那这条铁路的开通不仅使得位于江苏北部的延城 有了直达上海的高铁列车 同时呢也使得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之中的 沿海通道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使长三角地区与山东还有辽宁等北方地区的交通 也更加的便捷了 那前方详细的情况 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延城的总台央视记者杨光 杨光你好 来给我们带来你在前方的最新消息吧 好的 苗凯 那么我现在呢是在延城的延城站 那么昨天呢江苏是刚刚经历了一波寒潮 这块气温特别的低只有零下十度 但是今天在延城有一件非常重要 以及非常会让延城人感到暖心的事 就是在我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辆列车就是今天上午要开通的延通高铁的首发的列车 那么延通高铁呢是连接的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辆图板 延通高铁连接的是江苏北部的延城 从延城直接向南到达南通这一段高铁 那么这一段它的高速铁路的这个线路总长是158公里 沿途设了有六个车站包括延城大风东台等等 那么这条铁路的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 而实际运营的时速是300公里 那么在就在过一块呢在我顺便的这辆首发列车呢 即将首发它将载着这个旅客呢从延城一路呢是直达到上海 那么这条铁路其实并不是特约的长哈158公里 但是对于整个延城周边的这些县市 对于江苏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 因为过去如果从延城想要到达苏南地区 到达上海的话 其实特别的折腾 有两条路径可以选 一条是从延城折到南京之后 从南京走沪宁城际 走一个人自行到达上海 那么这个路线至少需要有四个小时 中间还得换一趟车 这是一种方案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从延城坐火车 到达南通的东台之后 从东台再换一辆车 走这个今年刚刚开通的沪宁城高铁 那么一路到达上海 这同样中间也得换一趟车 中间的时间至少也要四个小时 所以说过去在延城高铁没有开通之前 从延城到达上海来说的话 至少要四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中间还要换车 但现在如果今天这趟高铁开通的话 那么将大大缩短延城到上海中间的 一个时空的一个距离 那么首发车开通之后 最快从延城到达上海 只要两小时零七分钟 比现在的时间缩短了将近有一半的时间 大大拉近了延城和江苏的南部 包括上海之间的一个时空的一个距离 可以促进更好的促进江苏的北部 中部和南部之间的一个融合的一个发展 促进长滩角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那么这只是其中之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利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 就是这一段铁路我们可以看到 是位于江苏东部的一个沿海的一个地区 这条铁路本身是我们国家规划的 这个八纵八横之一的八纵也就是沿海大通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这条铁路在开通之后 它可以使得北部从这个连云港进一步延伸到山东的青岛地区 那么会连接整个北部青岛到沿城这样一条青岩铁路 那么将来这条铁路在开通了以后呢 对于像山东地区到达上海也可以实行一个列车的一个直达 将来可以从青岛直接坐列车到达上海 应该来说这条铁路开通之后 会对于整个江苏包括山东 以及再往上的这个东北部辽宁地区 与川南岛地区一个融合发展 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 感谢观看